想知道偏头痛是何方妖孽 神毒君早就查了个一清二楚 魔镜魔镜告诉我偏头痛的秘密吧 我是肿瘤搞出来的头痛 我是颈椎病搞出来的头痛 我是金光炎搞出来的头痛 我是头痛可是不知道是谁搞的我 好吧那就赐给你一个新名字叫偏头痛吧 魔镜给了大家一个思考偏头痛的新脚步 但神毒君作为科学的说书人 当然得说点医学界主流的说法咯 三叉神经血管学说 打开神毒君手中档案 先来介绍四位主角 血管 三叉神经 丘脑和大脑皮层 第一位 血管 输送血液的管道既可以收缩也可以扩张 这个棒棒的功能保持着人体血压的稳定 还能调节体温哦 天冷时 皮肤的血管会收缩 减少体表散热 身体就暖和了 天热时 皮肤的血管会扩张 血流量增加 让人通过出汗来散热 如果血管老扩张 血管像被撑开的鱼网 血液里的大白就会趁机溜出血管外 大白见到不认识的就当贼打 一来二去就闹出了炎症 第二位 三叉神经 第五对脑神经也是脑神经中最粗大的 这家伙是神经界的奇葩 别人都是单飞 他玩的是组合 他把整个头面部以眼和上嘴唇为分界线 来了个三分天下 分别派出眼神经 上合神经 下合神经 去收集各自领地的信息 再汇总给大脑 就这样 整张脸的痛感了 温度感了 触觉了 被三叉神经牢牢地掌握了 傻子惊眼了 眨眼睛 鼻子好痒 大喷嚏 刚出生的小宝宝 碰到奶嘴就会吸水 这些反射层面的小事都是三叉神经的活 基本不用麻烦大脑 第三位 秋脑 大脑的办公室主任 秋脑接收各路神经送来的信息 再把信息分类 打包 传递给大脑审阅 第四位 大脑皮层 信息的终极处理站 拥有最高级的感觉装置 每个信息传到大脑之前都是数据 只有大脑能识别 这个是痛 那个是热 这个是冷 厉害了我的脑 介绍完四位主角 深毒君再带你看信息如何传递 血管安静工作着 该收缩收缩 该扩张扩张 三叉神经老老实实收集信息 也包括血管的哟 秋脑如实接收资料 汇报给上级 最后 大脑皮层根据信息 做出相关批示 一切都是这么顺差 突然有一天 三叉神经不淡定了 疯狂释放好多扩血管物质 附近的血管遇到这些物质 激动的不行 不停的扩张 告出了炎症 三叉神经捕捉到了炎症信息 麻溜的打包交给秋脑 秋脑如实给大脑皮层上报 大脑皮层得到消息 打开一看 哎哟喂 疼死我了 血管的炎症不消 三叉神经的上报工作就不断 没完没了的疼痛信号 大脑皮层表示很受伤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 血管和三叉神经 到底是谁先挑的事 深毒君也说不清 但三叉神经的确不淡定 医学上叫过分敏感 第二 三叉神经疯狂发送疼痛信号 大脑皮层变得神经信息 只要一点点信息进来 他都以为是疼痛信息 于是柔和的灯光 美妙的旋律 竟然都成了强刺激 未光 未生就来了 深毒君觉得 偏头痛就是三叉神经 和大脑皮层过于敏感给整出来的 深毒君 鹅咋那么喜欢你讲神经科的疾病来 搞得像敌战剧 那步步推理层层解抠的感觉 太帅了 你就是宇宙第一智慧男 哇吃 走开 我这偏头痛还等着深毒君 教教我怎么检查怎么治疗呢 人兄 美女怎可辜负 偏头痛如何预防 检查和治疗的知识 只能下集再跟你们说了 神毒君要先陪美女